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12月28日上午 在保禄六十大厅 接见了意大利多子女家庭 全国协会的七千余成员 他表示 在这个充斥着自私主义的世界 多子女家庭是学习关怀与分享的学校 此外 多子女家庭也有助于整个社会 这些家庭近日在罗马 参加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 当天正值教会庆祝圣家节 教宗借此机会宣布 在拿扎列正在建造一座接待中心 用于接待世界各地 前往耶稣成长之地朝圣的家庭 教宗方济各进入会场后 便走向保禄六十大厅内聚集的人群 面对许许多多充满热情的问候 他显露出幸福的表情 感到十分惬意 教宗收到了五颜六色的小礼物 抚摸或亲吻怀抱中的婴儿 紧紧地与稍大些的儿童握手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 教宗如此开场道 看得出你们热爱家庭热爱生命 你们带来了爱情最美好的果实 为人父母是天主的恩典 你们的任务是接纳这恩典 惊叹他的美好 使其在社会中散发光芒 你们若能明白 每个生命都是天主的圣意 便会感叹子女是何等奇妙 在一起呢 我们也要听见到 你见到 指友 我们不就会看得到 这些应该是 真的 我们不就会看得到